前美國總統川普副首范斯的夫人烏紗是印度裔移民 為川普范斯的搭檔帶來比較多元的族裔色彩 確實我們在共和黨成果黨代表大會這幾天 看到的臉孔還是以白人為多數 亞裔是極少數 喬治亞洲的共和黨黨代表蔣曉尼 台灣出生屬於外省第二代 移居美國30多年 他和來自中國的友人Sunny 用積極行動支持川普 前一天陣亡美軍士兵的精心家庭 批評拜登阿富汗撤軍的混亂 讓他們子女喪生 蔣曉尼忍不住自己的情緒 因為他兩個兒子都在美軍服役 紐約的鄧隆和劉錫蘇是紐約州僅有的兩位華裔黨代表 曾經因為川普新冠期間的中國病毒說對川普不諒解 但現在他們繼續堅定的支持川普 我是川普的積極支持者 對 就感覺到他是很適任當一個世界級的國家領導人 夏威夷的領主權小時候在台中北屯住過 現在他在憑夏威夷州聯邦參議員的黨內初選 參院少數黨領袖麥康諾的夫人趙小蘭是川普任內運輸部部長 曾經是共和黨內重要的華裔助選大將 但川普批評麥康諾的領導也對趙小蘭種族歧視攻擊 因此這次共和黨全代會看不到趙小蘭對華裔號召任何唱編活動 TVBS新聞黃松普尼嘉輝美國密爾瓦基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